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担任主席,由此毛泽东被人们称为主席,在临时中央政府处理后,毛泽东就决心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,以统一财政、货币,谁为行长呢?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亲弟弟,时任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的毛泽民。 若干年之后,不少人心中有一个疑问,毛主席为什么让自己的亲弟弟当银行行长,是不是任人为亲? 其实,国家银行创建支出是一个很小的单位,算上毛泽民这个行长,持有五名工作人员,业务科长草菊卢,毛泽民刚学会记账的妻子,会计前西军,一名出难员,一名勤务员监管兑换。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,让毛泽民担任行长,其实不是重用而是小用,因为毛泽民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,在安原路矿工人合作社时,就是总社总经理。 1927年,他担任我党掌握的汉口明国日报总经理,后来在天津创办过党的秘密印刷厂,来到中央苏绪后,担任敏热干军区经济部长,一直从事经济工作,是党内少有的经济人才。 那么,毛泽民是读了几年私书,能胜任这行长的工作吗?他走马上任后,遇到最大的问题,是银行的启动资金,他去找毛泽东要钱,毛泽东开玩笑的说,你老婆不是姓钱吗?找他去啊,其实,他当行长,身无分文,连启动资金都没有。 于是,毛泽民准备自己发行货币,先要印钱,要有纸张,由于国民党封锁,没有纸张,毛泽民只能自己造纸,他派人采集纤维多的树皮,竹子,麻,收集破布,破鞋等原料,再用水漂,用你就倒,用木棒锤打,造出了可以印刷货币的纸张,可如何防伪呢? 以此,他的妻子,前夕军之毛一时不小心碰到了火,发出了很臭的气味,毛泽民已经受到启发,在纸墙内发了一些破羊毛,这样纸币一烧,会有臭味,防伪的方法多么命。 国家银行正式发行新货币后,可老百姓只相信银币,毛泽民采取银元本位制,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,即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,用租区的钱,就能够买到政府供应的物资,且价格上一元,票子和一元银元一样等值。 这样,老百姓渐渐使用苏区的货币了。 但是,1934年初,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再失地,纸币的信誉严重降低,以致发生了挤兑。 对此,毛泽民指示金库拿出借阳,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对一元,献阳的笔架公开兑换。 两天过去了,眼看库存的献阳所剩无几,大家几次请示他,是不是停止兑换? 毛泽民态度坚决地说,不能停。 与此同时,他到处组织货员,三天后,包括日用品,不批,食盐在内的,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。 毛泽民说,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流,同时再贴出告示, 个消费和作舍出售的货物,是收苏币,不收现阳。 于是,群众又纷纷针对纸币,结果,银行收回的现阳,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。 事后,连恒德怀都说,毛泽民这出空城记,唱得着实高明。 毛泽民管着苏区的钱袋子,权限很大,但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